日本兩大男生祈福木聰 逢傳樂思一號跟著導演 板野喜鴻重回拍攝現場 為電影《亡命之徒祈福》 這次回到熟悉的地方 逢傳老師也難得露出慈祥微笑 三天兩夜的宣傳心就像風一樣 秀了一下就夠 兩位男生的遭遇也是很不同 我以為朋友的餐廳和餐廳都想要吃 昨天遇到酒一起喝了 對 很滿足 那邊温泉很高 可能絕對無理 先幫風称老師不哭 粉絲貴秋下次一定要再來 而接著下來的宣傳時間 祈福木聰竟然沒有好好把握 反而先是大告白 怎麼可以這麼暖啊 男生都這麼說了 能不跟上嗎 非凡娛樂台灣報導